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另外一个没摔过的盘子 对 你说这个事 我跟你讲 我就从我的收藏说起 你知道现在微博不得了了 在传谣方面是吧 对 这个故北京故宫摔的盘子 那天节目里我们也讲了 怎么微博又传出一个消息 因为那天我们在节目里比了 至少说央视新闻画面出来 摔成几半的宋歌谣的盘子 和网友在故宫的官网的资料库 用同样这件艺术品的名字调出来 只有这一张照片 这俩放一块不是一个盘子 因为那个冰裂纹不一样 一个比较宽输 一个比较紧密 闻到说是一摔摔松了 反而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呢 这个还不知道怎么解释 不见得说明有什么猫腻 就比如说有人说也可能不止一个 对吧 但是今天微博上 你说又有人说 微博这事真是不知道真假 我觉得有一种阴谋论了 现在就说你看这么一个事 就能弄出一个很悬疑的东西 说为什么摔了的这个 和图片上那个原版 不一样呢 好 第一个说原来摔的这个是复制品 摔的这个是复制品 OK 那为什么摔的是复制品 要研究这个复制品 原样的那个去哪了 于是第二个更总人听闻的结论出来了 原样的早已被人偷偷卖出去了 我家伙 这太崩溃了 今天的故宫说的太不开了吧 说的有点像清末的故宫里的太监 就不就这么卖东西出去吗 所以我就说 当然大家知道这不是真的吧 但是至少这个太悬疑了 对吧 你看这一船 这个我就觉得 这个达芬奇密码出来了 是吗 而且今天我觉得 但辟谣没用 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 像尤其维博出来之后 中国的这个民间舆论的一个趋势 一个现象是什么 就是总是很多谣言 对不对 谣言出来了 伤害就已经造成了 你再怎么辟谣都没用 而且必然出现的规律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微博 如果是很守闻听闻的谣言 这个微博传的会很广 接下来有关单位 就算非常的确实的 可以获得肯定跟承认的辟谣出来之后 这个辟谣的声明 它的传播范围 一定会比第一个谣言的传播范围 要宰要小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现象 就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对一定是的 而且呢 所以这几年你遇到很多机构 很多人 比如说他被人造谣 重伤 后来发现没那个事 但是呢 大家对他心目中永远就觉得那些事他干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辟谣大家不管 大家只管造谣 所以呢这个年代很有趣 就是你老是觉得无风不起浪嘛 肯定有点什么事 都相信造谣的那种坏事 所以呢这个年代呢 要打公关战啊 想的东西不是保卫型的 而是进攻型的 比如说你竞争对手商场上的 你平常打公关 就是我宣传我的好东西 然后被人攻击被人误会 我要出来处理公关危机 对不对 现在不是 现在很多包括一些娱乐界的人 或一些商家 他们主动攻击对方 主动造谣 造人家的谣 那人家咱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他先造出来 不管那么多 等人家防卫 人家防卫了那也没用了 因为永远都觉得这个事是在的 的确我知道 确实比如说 在片子的炒作上 我就听过很多行内的人说 就是你以为 比如一个片子出来 连续剧也好 还是电影也好 就很多人在网上 先一先放出一些骂的话来 或者先看了 结果后来发现 其实是他们设置组自己做的 自己弄的 公关 因为这样一有骂的就有围观的了 一有围观的 这个时候你再来 另一面再出来 再停 这不是就越弄越好看 越剧越多 你到最后你必须得看这片子了 哪怕为了加入骂的阵营 没错 他就编成了 什么票房是假的 对 表扬是当然是假的 批评也是假的 没错 什么就是那就是演戏啊 对 那就是上下一台戏了 对 对吧 这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网友或者观众也不是那么认真 哎 就大家呢 听了造谣的事 哈哈哈 这人果然混账 这我就知道他怎么样 然后人家震震惊惊的要出来辟谣了 哎 算了吧 什么呀 就不管了 而且呢 你知道就是这个也的确是一个真假难辨的时代 而且我还要说还不是今个时代 咱们中国人几千年文化里头啊 对真假这件事 就比西方人来的宽松 你知道吗 它是跟咱们的文化有关 你比如前一阵 我们去呃台北故宫看这个黄公望的这个富城山居图 你就会看到什么紫名卷呢 显龙皇帝认错了 然后呢 你说他是假的吗 也不一定是假的 有人分析呢 有可能也是黄公望画的一个坟本 有的时候中国古代画家呢 他可能画几个 嗯 有的时候甚至他 你比如说像有一个人写张大千的写什么吴胡帆呢 我就说写这个人的为人 说有个文物贩子拿了个假的 不不比如比如说张大千吧 比如说是吴胡帆吧啊 不是他画的 给吴胡帆一看 吴胡帆说哎 这没错 这是我的 他说你为什么说是啊 你看他说起来他还很善良 他说人家花金条买的 我说不是我的 这怎么办呢 那我就说是我的 对 你是吧就是中国人他有一种不太执着 有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问题啊 就更增加了这个 复杂性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更吊诡 就有的有名的大画家 他是到处否认他画的画是他画的 就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他画的 但他不承认他这是假的 为什么呢 这于是就能够比如说集中在 比如说他认可的某批把那个价格再抬高 再卖 因为他卖出去的那些 他已经卖了钱赚了 对他现在接下来再出一批 他要把接下来这批价格抬高吗 对他就说之前卖的是假的 你知道咱们那天讲这个大款呢 我老是讲就说这个你说有钱啊 有钱呢 到了一个终点上会是什么呢 古董艺术品 因为在艺术品面前没有富人 都是穷人 是吧 你好比你就说是中石油 中移动 你有多少钱 可你能买了 你跟法国买个蒙娜丽莎给我瞧瞧 没错 他不价 而且他的价值永远在增长 所以我就觉得 但是呢 这有时候让咱们觉得很挫败 对吧 中国现在出了这么多的富豪 我就整天羡慕嫉妒恨 我就觉得 我一边喜欢跟他们来往 一边我心里就非常羡慕嫉妒恨 对吧 我就 这让侯尚给你支持 抢供他们 受供他们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 天贪嗔痴啊 至少占了两样 但是我跟你讲 张老师我这个前半生啊 这个穷酸的人生经验啊 让我体会到啊 我们啊有一种人生体会 我们这种挣不着钱的人呢 你要有一种例子当头的 一种人生体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不管你或穷或富 不管你沦为一个什么处境 你一定要知道啊 这个里边有利益 有要抓住他的利益 你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吗 就是好比说失恋 失恋了怎么办 这是个倒霉很痛苦的事 但你知道吗 我发现一个利益 减肥 这方面减肥 我甚至都想找我那个 就是当年失恋的时候 那个照片我自己拍下来 光榜子拍的照片给你们看 哎呦 那个小身材 就是腰间只有一个薄薄一层脂肪 我看有这种习惯 失恋了 就光着绑着 对着镜子拍张自拍照 脸 我就是脸很瘦啊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觉得 真帅 你知道吗 就是还顾得上觉得自己帅 而且安慰自己嘛 我跟你说啊 觉得我多帅 这个这个叫平地扣饼对面拿贼啊 你得从医生和一个东西里边 就一套一套 拿到 拿到你的好处 哎 就当然你也要吸取我的教训 就是啊 你好了伤疤忘了疼之后啊 你还是要节制 你要珍惜这个失恋的减肥成果 来之不易的 你也你要 你要一好山望腾 又大吃大哥 又变成现在这个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不行 行 不是 我我我 真有一套 这不就是散风失马吗 等到下一个 你你你这一减肥完了 下一个下一个女孩就来了 没错 下一个更好的女孩就来了 哎 咱也不指望 对吧 你别怕 你一怕你又苦了 你知道吗 我的我的意思是说呀 你跟着他们有钱的对吧 他们可以去买这个盘子碟子 这个什么 我为什么我要给你看看我的这个收藏啊 所以我就想讲讲这个复制品 这个你看 你看这是我最近刚买的 这就是您的收藏 我这好意思拿出来炫 历代佛像 你不是拿那个佛像出来 是拿本书 我的天啊 我是亲爱的 他是他是在这个礼啊 他是这么叫啊 亲爱的都出来了 那天求你了 我这是真的 那天那个谁啊 这个小韩哥哥找了一个段子嘛 说咱们现在穷人怎么自我安慰啊 怎么自我满足啊 对我们买不起高端的住宅嘛 我们买不起高端的游艇嘛 买不起高端的跑车嘛 但是我们至少买得起高端的手机 iPhone对吗 哎 说是再穷的人省时兼用 几个月5000块钱买一个 没意思的 为什么 因为真正最有钱的富豪 他不只是买iPhone 他可能买那个十几万一部的Ventura 或者说是iPhone 他也用iPhone 但是他那个iPhone套上面想赚的 哦 他用这个跟你显示区别吗 对 那咱们不理他 对 那我就说 哎 这一本书 多少钱呢 可能对有些这个人来说 也是贵的书啊 320块钱 哎呦您真 三百三百三百二十块 三百二二十块钱 不容易 我我就跟你讲 你哎 你看 这你你北京故宫里有吗 真没有 不是 我要给你讲讲是机械复制 有有有有本书叫什么 机械复制时代 有篇论文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包括陈丹兴他们 特别喜欢讲现代这个复制时代的经验 我跟你讲的就是 我们几千年来从所未有的这个时代 复制技术达到了最高水准 你比如说一个画册 这个这个是什么呢 随带的 你看这个像 你大家欣赏 这个你你哎 我觉得地方官员看看你们盖那庙 你们对宿的那个佛像就应该有所要求 对吧 这个就美 我再给你看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呢 既没有那个财产的财 也没有才华的财 但我有一个长处 就是我来好色 你知道吗 我好好色啊 好一切色 但是后来小时候就知道看好看的女人呢 现在我发现呢 有更多好看的东西 比如说佛像 你看 哎 你你你瞧瞧这个背的这是唐代的菩萨坐像 你说美不美 咱不要说懂不懂不懂的人外行 你说这美不美 这个腰枝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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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落 这个这个线条 张老师你瞧 这美不美 唐代 原来应该是个陈丝菩萨 这是维纳斯啊 那不是维纳斯吗 这不就是中国维纳斯吗 全在我家了 咱们这三百二十块钱 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捞着 我要讲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 就是他们说你买一个iPhone手机 我讲的不是富人的话题啊 就是一讲一个iPhone手机说是几千块钱对吧 那么我说这个也几千块钱 这个北京故宫里是没有的 他想有也没有的 你这样吧 来这是日本人印的 我要讲的哈就是这个机械复制时代 你知道这个复制咱们的这个千载难逢的这个幸运 就是说几千年的古代人 多么有钱的人 你见不到的 你见不到啊 可是现在呢 说实在话 一个iPhone手机 那么和一个这个 而且他这个你看啊 你看他这个盒子 这是宋徽宗的瑞鹤图 日本人印的吧 日本人印的 然后呢 他这个画啊 原本印在这个捐上 现在还印在捐上 老实讲 我这次去台北故宫 看那个富城山基图啊 我拿着放大镜 隔着玻璃窗 我仔细比对 我在家看那个富城山基图 这个日本人印的这个复制品啊 我看了俩礼拜 然后我仔细比对 老实讲 介于主观客观之间的一点 你觉得哎呀 这是真的 那是复制的是吧 基本上咱们这种大老醋啊 看没有什么差别 甚至更清楚 你知道你看 印在捐上 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这个机械复制年代 你看 小们来别紧张 太紧张了 你看咱们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送徽宗画的这个锐鹤图 你要知道几千年多少人出多少钱 他看一眼他都看不到 今天的人这么样的容易 你看看他他这个颜色 你你扎老师 你瞧这个白鹤上面的这个有点白粉 似乎他都印出来 我就给你讲今天的这个复制复制的技术 你看这是他的皇帝写的字 受金体著名的 你看他这个 当然看电视只能是遭检了 是吧 就是说 但是你看他印的这个这个这个 印的捐上 我就跟你说跟真的 近乎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 哎 这也是我不赋予的人 是不是也可以 有这么一种 对 这不以前那个好像是张爱玲就有过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说人家觉得你这么一个大作家 而且他是世家出身吗 就是很懂这些艺术传统的 可是家里边为什么就是好像墙都是白的 然后他很就是说过类似这个话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都放在我的房子里呢 啊 就是我去博物馆 他就是我的 在我去博物馆的那一刻他就是我的 同样的我觉得是就是一定要把它买到手 这件事只有某些人是有这种欲望的 这是极少数人 我觉得这还是极少数的 大多数人是不会不会讲的 当然有些比如说人家水平高 人家较真儿的人可能就是说那没办法 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 对 可是我觉得今天的科学技术不要悲观 他提供了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 你想喝这么多的东西 你可以放在博物馆给人民分享 你想想已经有两层是以前的古代的是没有的 一个是博物馆这件事 对 没有 对 当然这我们是从西方学来的这博物馆 以前都是要贵族家里面收藏 这个朋友只有几个朋友呢 风雅之士或者皇帝 好了 皇宫里面那能有多少人看对吧 这博物馆就是任何人只要你买票都都可以看 对 然后就是复制 机器的复制 而且这个技术在接近非常越来越精致 所以使得这个观看观赏艺术的人群一下扩大了 那就是多少万倍的扩大 没错 再有一个呢 我倒是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看你跟他的私人 你跟这个原作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特别的又懂你又非常在意非常珍惜 那我说实话 我还是觉得你在家里看一个卷 他到底还是一个复制复制再好 他没有那个质感 我还是更愿意到博物馆博物馆去面对那个原作 对 原来的尺寸原来的质感 哪怕他上面甚至我觉得你这个仿制特别好的 我都感觉有点太好了 你明白吗 这个他怎么没有什么瑕疵呢 你近看他平展展的 但是对有些东西 我觉得你不那么珍惜的东西 我就举一个例子 正好带了一块表 这表按说应该是名牌的 但是他是假的 我这是复制品 我是说是朋友送我的 我可能不应该说这个朋友的名字 因为他是很懂这些表的古董的 他知道表的所有的历史 哪家最好的表 什么名牌里面的机械 所以但是我带的所有的表已经有十多年 都是这一个朋友给我的 但是他就收藏复制的表 因为他说复制的表的工艺已经到了非常的高 就他给我讲的这些 你从这个表壳里边外边打开机械什么 跟圆表一样啊 对 为什么 我并不在意非得要带一个圆货的表 表手表这件事对我来说 比如说跟画或者跟月不一样的 没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他挺好看 没关系 就是假的 所以说我过去说 就很多人就像这个本亚明 你说那个 这是他们在研究 就说我们现在的视觉经验呢 就是都是这个复制 对 在此同时你比照相树的发明 也让我们的复制技术啊 达到了一个历史上最前所未有的一个程度 我们今天你说 你想象的你看到的金字塔 卢浮宫 多少人是通过画 一个复制的东西 你得到的这个印象 不过这里面有一点啊 就是本亚明很强调一个东西 因为他强调我们的时代因此 也成了一个灵光消逝的年代 他那个灵光 他原来用了这只aura 对 就你比如说你艺术品 以前的艺术品 比如说所在深宫之中 大家看不到听不见 可能你要有很好的运气 一辈子的时间你才偶尔碰到 于是那时候你看到那个艺术品 你看到的是那个艺术品围绕了一个神秘的 看不见的光晕 对不对 你觉得很感动 那么今天呢 由于复制品太多了 所以你看到这些原作呢 你也没有了这个灵光了 这个光源太容易了 你讲的特别好 这所谓的原作是什么呢 你讲的特别好 所以这个下一趴回来啊 我给你看一组图示图像 咱就能说明灵光没有了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所以咱当这一大众传媒啊 我老就想啊 把一些事啊 怎么能用一种 谁都能明白的方法呀 让他能解能理解能明白 对吧 就刚才文道讲的这个作为这个灵光啊 我跟你讲一个词啊 他们这个看这个艺术品这个行家 你比如说艳品 真假 有的时候真的是乱真呢 你分不出来一模一样 但是呢 他们经常会使用一个词叫气息 我觉得这是不是约略 也就是这种灵光 就是这个气息不对 哪哪都一样气息不对 什么叫气息 你像我们的外行本来按说完全不懂 可是后来呢 我找到了一个方法 从建党伟业这来的 你知道吗 我绝没有一个意涵任何讽刺啊 我只是就是想说明这个艺术上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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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就是说呃不是这演员演的都很卖力 这个咱们以前也讲过哈 你看看建党伟业 我发现他比建国大业选择演员的时候都更注重了形似 你比如说呃这个陈坤啊 在建国大业里他蒋经国不那样 对吧 他没太管这个 但是在建党伟业里真的 陈坤是由形似年轻的周恩来的 嗯 甚至包括刘烨 人家有意的都增一点肥 是我觉得包括李大钊都是挺形似的 可是为什么我就特别的觉得 这还是是谁还是谁 完全没关系 你这哎这就我就用这个概念啊 来解释 我当我们看这个真品赝品的 为什么行家经常讲气息 你一看这个图像 你就明白 咱们可以一个一个看一看啊 你看 他是形似的 你明白没有 但是他气息对吗 他气息不对 咱们就较真 当然电影你不能要求太高 你再看下一个 对 你再看 形是似的啊 长的是有点像的 但是哪不对呢 气息不对 那个民国 你看他那个时候的照片 有那个时候的气息 你看在下面 你看很像 但是呢 为什么不是呢 气息不对 你再看 很像吗 吴彦祖和胡适 像不像 行就行 行狠似 可是你绝不会认为那个怎么就胡适呢 那我 啊 你再看 李大赵 我照我个个人呢 也可能我是谬见了 我觉得跟原照片 不是差在行 是差在气息 不稳 或者我觉得用两个字 你这一组 我感觉啊 就是一边是是 一边是做 就这两个区别 他是了 他就不用做了 我就是胡适 我不用做 我们可能尤其这个演员功力没到了一个 他要 甚至潜意识可能都要觉得我就是的时候 他才能忘记做 我们这个训练可能又恰恰是一种文艺腔的这种 要做戏 你这个戏要出来 从小学 我就知道我女儿在这唱小学 老师就说你念课文念的不对 为什么呢 你的语气不对 你应该更有语气 但是实际上那个戏是假的 越作越假 越作越假 就最后反而他表现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但我觉得永远也没法跟珍宝一样 而且我们讲的就是 感谢观看